黄金,人工智能AI和核战争有什么关系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大概80年代初 两个超级大国 也就是美苏对抗的时候 苏联当时研发出了一个叫做 VRID AI系统 干嘛呢 就是打核战争用的 输入是大概4万个左右的参数 包括政治,军事,还有经济的数据都有 输出是一个0到100之间的数 对应苏联相对于美国的军事强弱 这个数天天在变 他们觉得这个数值最好是大于70 反正大于60 基本上苏联就不应该主动的发起核打击 那如果这个值小于40 那说明美国可能会先发起核打击 于是AI的建议就是 苏联应该先发自然进行核打击 当时1983年古巴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候 这个AI输出的数值是45 大家说是不是很准 也是很悬的一次 这次故事说的是AI 那和黄金是什么关系呢 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苏联解体以后呢 这个系统呢也被解密了 大家知道了 它的输入的经济数据呢 都有些什么 就是监控华尔街的资金和黄金的流动 以及像高品质的珠宝 西珍的这个绘画收藏品等等物品的流动 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黄金 也就是说黄金的流动性呢 可是判断核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前瞻指标 这其实呢就是黄金的避险属性 从很多方面上讲啊 今天的世界呢 其实是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呢 最接近核战争的一次 黄金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波动和流动 你看黄金的价格 6个月呢从1800每盎司涨到了2400美元以上啊 涨幅呢是超过31% 各个国家的央行呢 也在疯狂的同黄金卖美债 这肯定是巧合吗 我看不像哦 黄金大幅的上涨 与严重的核战争的威胁之间呢 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这正是大家应该提早预料到的啊 反正呢 这对包括我们会员群里面 听了我的建议买了黄金的朋友呢 是个好消息 但是呢对世界来说呢 黄金价格的大幅上涨可是个坏消息啊 不知道大家同意吧